我們在一起的時候 我只要瞪他一眼 他就屁都不敢放 現在 現在他瞪我一眼 我就嚇得屁滾尿尿 真的耶 吐什麼吐啊 媽媽有種喝就不要吐啊 對啊 噴進去 我們認識七年結婚 然後我們結婚 結婚幾年 二十 二十六嘛 喔 那有個 有二十八嗎 二十八年 那就三十五年了 你們就三十五年 我三十五年的歲月 都在這個人身上 對耶 真是不幸啊 哈哈 幹嘛這樣 你們私底下有沒有一些 比較親密的那種小暱稱 我都稱呼他親愛的 啊 老婆大人 哎呦 不錯 那姿佑姐 他都叫我大概 我老爸 啊 老爸 屎老頭 他有叫你屎老頭啊 我老爸是親親的時候 他也蠻親密的啦 生氣的時候就是屎老頭 我們剛開始的時候 這個 他像是個小女生啊 我認識他的時候才十九歲 那那個時候我在秀場 還小有成績 身邊也不發很多的美女 那個年代是這樣 那我跟他在一起 我就覺得 那我就是 柏王 他就好像我的 卑女 找不到他很快 哇 真的 因為我們在秀場 拉臉 或者是什麼問題啦 或者服裝有什麼問題 他是可以馬上幫你解決的 他會把你準備好吃的東西 水果 那個過程 我就很享受這種感覺 然後就覺得這個小女生很棒 各種條件都很好 我覺得 嗯 我就是個King 對 有人伺候我 King啦 聽不聽喔 他King喔 不飛你喔 沒關係啊 反正會有報憶 我覺得 他沒有黃 對我來講就是 現在是紀錄片 就是那種 食之無味 氣機可惜 你知道嗎 你把他扔了就有點可惜 然後現在其實有點像 冰桌 對啊 夾鳳的冰桌 他玩他的手機 忙我的事情啊 那菜來就一起吃而已啊 你反正你就沉浸在你的抖音 我就沉浸在我在回我的訊息 這樣子 小亮哥 那你現在覺得 你當初的宮廷劇現在變什麼劇 什麼 公開 為什麼 你現在被逗嗎 對 還好好的 這個應該這樣說 以前我是King 他是像 對 那婚姻到現在 改變了 我像小太監 為什麼 為什麼變化這麼大 對變化怎麼會這麼大 我們在一起的時候 我只要瞪他一眼 他就 屁都不敢放 現在 現在 因為 慢慢的我年紀大了 這個 我從我這個 六十歲開始我就不開車了 因為我的眼睛也不好 然後 然後 我們有車了 到哪裡 一定要拜託他 有時候 有的地方沒捷運 你就要靠他 對啊 老婆你帶我去哪裡啊 我是司機 我是司機 我的拜託 對 比如說 這樣走比較快 他就 你要開車 你聽我的 因為我在開車 你影響我的思緒 你知道嗎 但以前你會 他罵你 他會說這樣走你就 你就 你就走啦 對啦 以前會照著他的方式 但現在時代不一樣 路改變了 然後路權 我有開車的權利 我有路的權利 你是坐車的權利 坐車的人就應該閉著 我就是大人了 時間還要知道 我跟你講 自從他去了 當了購物專家之後 是 接觸了很多的 新的事物 對 那我的進步 平常來講 沒有他那麼快 因為他接觸新的東西很快 所以不懂得 趕快請教他 對 他就慢慢的 就要問他 對 小孩事情 要問他 小孩子生病了 問他 那我都不會 是 那你就問個比阿姨 但有一點你很會 我也記得有一次 姿佑姐來講 他好像說 你們可能要去慶祝一點什麼 結果你快點帶人 去吃一個牛肉麵 你怎麼會帶去吃牛肉麵 你們本應該要吃牛排的 是 你們不要誤會 那個牛肉麵 也是很貴的牛肉麵 那個不浪漫 我跟你講 那家牛肉麵 平常是大排長龍 而且因為他只有 你們該不會要浪漫 還去排隊吧 是一定要排隊的 排隊 老婆我帶你去浪漫一下 所以我在那邊排隊 去排隊還是我排 他就站在旁邊滑手機 等我排到 然後就進去吃 因為人排隊 你就要吃很快 你知道嗎 吃很快吃的 那個過程哪有什麼浪漫 你跟我講 他那個牛肉麵真的很好吃啊 那是老套餐才會吃啊 沒有 亮哥這樣講起來 我講真的 剛剛亮哥說是公豆片 最后姐說是紀錄片 對 我覺得 什麼片 比較像紀錄片 是不是 是啦 沒有我覺得是詐騙 叫你陪你 生活當中冷戰是跑不掉的 有一次冷戰這個是 平常你講是 錯誤是我沒有錯 我那些朋友他們就是這樣 一個晚上出去沒有刪脫 他不會放你回家的 一定跑不掉的 我以前這樣喝是沒問題的 現在年紀大了 過了60歲這樣喝是完蛋的 很快身體就掛了 朋友也把我送到送回家 那我家是老公又要爬四樓 我的心臟已經快受不了了 那一回到家呢 對 哇 吐了 回房間就吐了 吐了我自己一聲 吐了我們家地板也一聲 一地啊 他在睡覺嘛 砰的跳起來了 天啊 看我這樣子對不對 那吐了一地 但是他當時沒有說話 就趕快把我衣服脫掉 然後把我脫到浴室 沖洗把地 就開始洗 整臉假 可是你知道那個吐完很臭 很臭啊 第二天 那一天他下禮拜回來以後 他的臉 他變態笑容這樣 不要吐了 那種臭 你可以馬上感覺到那種 壓迫的那個力道 殺氣 殺氣很重 那當然我一直跟他道歉 你們想這怎麼理他 真的 你睡得好好的 半夜這樣一起來 把人家擦那些吐的東西 而且我 我從以前就跟他講 我唯一一個要求 就我很討厭味道這種東西 我對味道我就是沒有辦法 你知道我們家那個洗衣欄 是在門的外面 所以我連去KTV 你知道KTV回家會連頭髮 奇怪的味道 你知道那個香水的味道 我連外套什麼 都一定要脫在外面 趕快就要去洗頭 你才能 不然你整個枕頭都 你怎麼睡覺你知道嗎 我就是不能接受 所以我從以前年輕的時候 其實我都沒有管他的 因為我說實在 你健不健康也沒有喝酒 其實不干我的事 因為那是你的身體 我覺得你年紀都大 我十幾歲 你應該要搞懂你自己的身體 對 你不愛洗你的身體 我一直愛洗你也沒有用 我真心講 所以我就覺得 他自己就要知道他在幹嘛 那你難喝 那我就不理他 可是我都已經跟他講好 他以前年輕的時候 他喝完酒 是可以不用回家的 你知道 他是直接去三溫暖 你隔天再回來 我是不會找他的那一種 因為我覺得 至少我好好睡一覺 你知道那個半夜 其實我說實在 他門一打開我就醒來了 我只是一把火已經 因為你睡到一半聞到你討厭的味道 你已經慶恩了你知道嗎 然後呢 你已經有點起來準備 想說不要 不要起來我們要繼續睡 然後他就吐了 你知道我們要換床單 然後你要用漂白水擦地板 你知道你搞完這些東西之後 那些東西你還要去洗它 洗完之後 你知道有些像內衣褲這種襪子 吐到我已經懶得洗 就把它丟掉 你床單枕頭套全部都要換 你知道尤其他吐在床上 你知道那個床墊隔天要拿出去晒 你知道那個味道是隔天 一個禮拜你都是會在的 對 你覺得 是應該把它丟出去 是 你覺得它活該 出去 難可誤 你那幾天在這樣都會想洗 你太可愛了 你太氣了 對啊 你幾天跟他講話怎麼講 你跟我講 你只要躺下去就想到那一天一起來 躺下去那個味道就在那裡 對啊 現在還把你留在那邊當太監 你就應該開心了 真的 大扮音耶 吐什麼吐啊 油桶喝就不要吐啊 對啊 看進去 那後來怎麼辦 你怎麼解決這件事 你怎麼跟他求和的 我朋友 要請我們去吃 真正的大餐 又是牛肉麵 真正的啦 真正的 真正的大餐 不是牛肉麵 有刀叉的 高檔的鐵板燒 那種 不是普通的鐵板燒 一個人大概到五千塊錢 那種高檔的鐵板燒 那我就說 朋友要請我們兩個吃飯 為什麼要朋友請 不是你付錢 一個朋友就是 因為那天請我喝酒 害我 到底 到底能這樣 夫妻這樣 其實我是借這個方法 要不然你約他不會去的啦 我約他不會去嘛 那我的朋友跟我道歉 說把我灌得那麼醉 害我回家這樣子吹甜 被老婆罵 也當面跟嫂子賠罪 多好 那吃大餐啊 因為他是金牛做的 愛吃又愛錢 愛吃美食 愛吃美食又愛錢 所以在吃飯的過程呢 我又拿了一個紅包 你那天包了他就對了 做得好 不道歉啊 不好意思啊 我那天讓你辛苦了 然後呢 這個紅包跟你賠罪 那今天這一餐 我們好好吃一下 那紅包超過五萬塊錢 這樣 金牛做的有現金 心情就不一樣了 又要好好吃 真的耶 然後 吃東西又好吃 好吃 朋友韓孝峯說 其實那一餐 還是我付得上 是你設的局啊 不是故意的對不對 你哪一天是故意的 你哪一天是故意的 今天就真的事情 不是故意的吧 太久沒有 換了一下